香港的街頭小食文化遠遠流長 不但種類繁多,而且極具特色 意圖之餘,更可以藉此懷念往日的美好歲月 因此一直深受香港人歡迎 但糯米池、麥芽糖餅等傳統街頭小食 近年已經買少見少 即使牛然在街上撞見攤檔,都是可遇不可求 時代廣場舉辦的街頭小食檔 請來傳統民間小食工藝師傅製作龍鬚糖、雞蛋仔 糯米池和麥芽糖餅等街頭小食 照在指定日子,在時代廣場捐款20元給護苗基金 就可以品嘗其中三款 另外,同場更有香港飲食文化展覽 展示了各種街頭小食背後的故事 以及美味的秘密 龍鬚糖的來源就是因為以前是皇帝的糖 龍的糖 要那個御主在皇帝面前御前拉給他看 拉完後給皇帝吃 所以叫做龍 龍的意思就是皇帝 皇帝的糖 現在流傳下來的叫做龍鬚糖 因為那些糖很像一條鬚 龍鬚糖怎麽為之好吃呢 就是要把麻糖調較 將它翻條到軟硬適中 拉的時候就要用陰陽手 力度要適中 拉十二次之後,這個糖就可以了 然後餡料方面就要煮了 要花生,椰絲和芝麻烤香 這樣就好吃了 值得提的是 同場亦展出了香港收藏家協會 副主席張順光的收藏品 包括昔日餐廳的火柴盒 月餅傳單 月餅會封套 酒樓菜單和照片等 反映了六十至八十年代 香港的飲食文化